好 观众朋友们 接下来我们继续给您现场直播 BTV杯国际斯诺克北京邀请赛第二天的赛事 在晚间部分的首场比赛 B组第三场小组赛 傅家俊迎战天锋飞 在前三局比赛 傅家俊2比1领先 现在第四局天锋飞来开球 前三局比赛 傅家俊在状态不仅如人意的情况下 展示了自己丰富的经验 对 好球 好的 这次开球非常漂亮 我们看绿球是挡住了所有红球的线路 一颗 看看能不能贴到红球队里 好像有一个有机会啊 这个仪库 勾红球队 这也是经常用的 需要很准 打太薄了 对它线路确实非常的狭窄 傅家俊有一个中眼台 这次傅家俊对天锋飞应该说也是非常的重视 上一次交手 确实天锋飞发挥的很出色 需要低杆 退回来 好球 通过这个三盘球的逐步磨合 傅家俊才逐步的找到自己的手感 对 如果这场比赛 傅家俊能够取胜的话 那么这个小组除了马奎尔之外 另外一个出现名额很有可能是在傅家俊和艾伦之间来产生 当然了 天锋飞今天只是第一场亮相 对 即便失利 后面如果两连胜还是有机会 还是有机会 当然了 天锋飞还要碰马奎尔取胜难度是非常大 就看看对艾伦 对 应该说今天 以今天的傅家俊的状态而言 天锋飞还是有机会 对 至少从这个技术上还是有机会 但是呢 大家可以看到 头三盘在这个战术上和经验上 确实是天锋飞比傅家俊还是有所差距 傅家俊在打完今天的这场比赛之后 明天的是轮空 可以休息一天 好好的游览一下北京 在最后一天小组赛 在7月10号呢 是压着武器来队马克艾伦 应该说很有可能是关于出现的一场生死战 对 明天傅家俊在上午呢 会到我们北京电视台来接受专访 下午呢会为您播出这个节目 也希望您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 来看看傅家俊 是 对观众朋友来说些什么 推下 好 就 T肝滑上去 继续叫右侧的这两个空球 刚才那个角度虽然可以开球 但为什么傅家俊没有去开球 就像我刚才说 就是职业选手首先是要抢分 两颗球 而且很顺势就可以叫到的情况下 他还是选择先抢分 这个是职业选手解读自己比赛的一种方式 对 他的思路呢和亨特利也是非常的相似 包括西金斯 可能奥沙利文他就比较另类 可能明明外围还有处理的球 他偏偏就是提前选择来K球 可能 他里面更随性一些 对 低杆换过去 这种横台的拉杆在九球的比赛里面是经常的用的 两颗 好球 再看这个粉刺右侧这个独立的这个红球 如果这颗球右侧可以考虑击打 顺势能够带散红球队 强力的低杆 很强的低杆 好球 推的有一点点多 红球散开的非常的令人赏心悦目 就是母球推的有点多了 看一下慢镜 嗯 飞翘进在 比了一下 可能还是想防守 对 对 看了 现在防守主要是 右下角带口的那颗红球 不能给天母飞溜出来 还是要贴到绿球的左上方 哦 选择中带的进攻 还是觉得刚才比利比防守不好防 啊 预期这样还不如进攻 对 毕竟自己现在拿着赛点 应该更主动一点 对 他来打 带口这颗红球 好球 今天也是佛家俊稍有的一次远线进攻的打进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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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